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lla 李慧芬 上星期五港股升了489點 收市升上26,205點 全州做了一個大洋燭 但在高位上 全州的高位是26,560點 剛剛遇上了週線圖的100週移動平均線 成為阻力 所以在上星期未能升穿 其實有些回吐 幸好星期五就回升了 做了一支大洋燭 接下來相信就開始逐步回升 當升穿100週移動平均線之後 就會逐步向上 朝著50週移動平均線 以及19週移動平均線 他們剛剛在27,500點的水平 接下來的話 港股一定逐步向上 跟我們之前所說 在24,500多點 港股已經是見底了 只不過是怎樣去回升 就是這樣 但是接下來美國會是意識 相信當然這次美國意識的時候 就不會有什麼做法 或者一些政策推出來外面 但是大家都是期待著 它的會後聲明 究竟就會說什麼時候去減買這個國債 究竟是好像之前所說的10月份 還是去到年底 還是明年的年初 但是因為9月初那個 飛龍就業數字的時候 只有20多萬 原本大家以為會有90多萬 因為之前兩個月的時候 都是90多萬 如果連續三個月都是90多萬 相信就會是一個 很快就會減買這個國債 當時就說大約10月左右 開始會減買這個國債 每個月就減200億 去到明年的3月份 也說過減完國債之後 就未必等於開始談加息 加息還加息 但是減買國債的時候 就需要做這個動作 但是以現在的Delta變種病毒 就越來越嚴重 還有就說 既然那個月初公佈 8月份的飛龍就業數字 一般的話 那未必會做這個動作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美國意識之後 就有什麼政策會宣佈出來出便 另外就是上海證券交易所 就將以下11個股份 立入了港股通的名單 就正在過去的星期一 就已經是生效的了 11個股份裡面 就包括了快手 當然除了快手之外 還有和黃醫藥 恒騰 啟明醫療 時代天洩 優言木業 儀卡 上海復旦 中國軟景國際 內雪的茶等等 但是呢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的時候 我們見到 就是這麼多隻 裡面的時候 快手的股價的升幅 有機會是會跑贏其他的 主要原因的地方 就是大家知道 快手上市之後的時候 除了上市初段的時候 都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其實就是反覆向下 就去到8月中旬的時候 才叫做是跌停了 開始逐步回升的 由於股價開始逐步回升 很多家人大行都出來說 快手在業務擴張方面 業務優化和生態建設方面的時候 那個高壓花費 雖然影響他們的短期的盈利能力 但是仍然會看好快手是不斷發展 以及具備強大的社會信任的社群 帶來潛在的價值 預計快手將會就稳步 收益於這個網絡效應和變現能力的改善 就鞏固了他們在行業之中的領先地位 都會繼續做這個龍頭 所以就看到雖然快手 今年第二季度的收入 就按年增長了48.8% 按季增長了12.5% 去到191億人民幣 但整體這個數字來說 都未令到大家很滿意 但不要緊 接下來的話 相信業績就會逐步向好 快手既然已經是見底回升 大家就不妨在95元的水平之下 就可以吸納了 短期目標是125元 大家會看到 這幅圖的下降趨勢線的阻力 一旦升穿的話 相信中線很快就會測試145元這個水平 亦都是很多大行 認為是會快手是值145元的 所以大家就不妨是趁低吸納了